大家好,今天已经是14号,很快的,快一个月就过年了嘛 今天好像是1月20十几号过年了,这很快的 今天多伦多的温度也挺好,零上三度了 你看这1月中旬了,温度还这么高 这温度真是,原来猴哥来的那几天天下大雪呢,就是一年来 今天你看,下大雪就晃,明天又下雨,明天也是平常四五度啊 天气也是异常的变化 猴哥今天回答了网友的问题吧,问咖啡喝的好不好 但这玩意根据人的心情,我觉得他没那么深 因为猴哥每天都喝四五杯,三四杯,因为现在也没下事嘛 所以喝完咖啡不睡,猴哥也不在,有时候半夜两点钟,猴哥也醒,也挖一会 因为也没有那么多大觉,人到五十岁,我觉得觉已经少多了 再说现在也不累,也没什么,我天天呆着嘛 所以也不这么困了,但是猴哥喝咖啡原来一口也不合仓 到加拿大以后啊,到了外国以后啊,因为也没什么饮料 这饮料都是甜的,只有喝咖啡,这个还不甜还可以 所以猴哥就一点也喝上了 但是最后你买到家,从这咖啡还是不贵的吧 你才喝四五毛钱一杯,你现场那个人 其实现场这个年龄人呐,就是五十到五十五了,最好得病的时候 所以每个人都保护好自己,你看这有病的,有的人上班什么事没有 他一退休了,就有病了,失去这种,这人呢 就要脱离这种,集体这种生活,真人格无单,真真美意的 你家猴哥动的,现在那时候猴哥为什么这样干活? 一干活一看见中国人也说话有唠嗑的 一见咱年龄人呐,做的都是唠嗑了,问问海洋怎么回事了 什么都说,有的你家遗憾很大了,没有对象了,也跟后边唠嗑 我也很愿意唠嗑,说话什么的 但是在家一呆了,这个没意思,特别是动力 往前动力也呆了,但是能出去走 今天都不让你出去走了,都能说昨天的半夜 确实戒严了,不让你出去走 但是这个也没说那么太详细吧 但是你出去溜达溜达了,走走可以,但是晚上尽量不要走了 还有网友问的,说加拿大人没有,那是大连那个一个哥们不是讲问 没有桑纳,这个地方很少,出去桑纳是泡个澡了,按摩了 这个地方真的很少,这个按摩是很贵的 一个小时都四五十块钱吧,四五十加币啊,这按摩 再说这也没有像国家那么保健按摩 我记得我在国内的大连的时候,大连开发区的时候 我们就像红梅市场里面有个盲人,叫平康按摩诊所吧 你就睡着那屋了,因为我们俩做一次,人民比赛三四十块钱 做了棒,做完了,你睡着那屋了,也给音乐给你放了,睡醒就走了 那真是很好很惬意的,和喜欢那种生活,像开轮啊,就泡泡澡啊,那种温泉啊,按摩 真调,在这地方加拿大,这地方没有,这个,加拿大你看旅游都以家庭为单位 什么老婆孩子了,爹妈出去吧,一帮开一个车走了,像国内有机子 咱们的同龄人都出去了,哥们就是哥们,结婚这些,一帮出去吧 这地方,外国人旅游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吧,地方桑塔什么,确实真的很少 侯哥到现在,来加拿这么长时间,一回早没搓过,因为也没有人给你搓澡啊 就是我们上的健身房,都是洗澡,你有健身房,但是你给你玩一天也行 一个月我们才,才一个月你才七十块钱,因为这疫情都关了 要不,侯哥上几次有回跟那儿就玩,侯哥就给大家录像,接着留健身器材 那里有个桑塔,桑塔什么桑,你到底挣完出汗,你出来,没有出地方给你搓澡啊,真的没有 你出来也没有说你躺的地方,只有你一个锁衣服那小柜,装着你就得拿走 真的没有国内那么潇洒,我在大连那个可好那里,我很想往那地方 一直想那个地方,凯伦那地方,在家经常上那去洗澡 那算大连就算挺好的了,后来又熟悉好的 这回回,我晚也就请我去,19年的时候 问咱有的人问侯哥出门什么,为什么不上诉啊,这门 因为这个加拿大,咱这个家老百姓也没什么,不用上诉 小偷也不会对你,小偷都很聪明,这样通知东西都看你院里 有没有奔驰,宝马了,保时捷了,你的车,再一个人出入了,穿有没有看他故事了 咱穿多老百姓,后来当然也没有加拿大故事的衣服呢 因为这个你都是平民嘛,小偷也不会偷你 所以说你走啊,我们家是经常是不送的,因为我们俩也经常在家 一走一走,接着,祈祷我们俩去,后到时候有病去卖点药 到那几分钟就回来了,很近地开这出去 还有的人问呢,加拿大这个小孩上学风,这个每个小区学校都很方便点 如果你要学地学校远,学校有校出去接你的 但是收不收费,侯哥就不懂了,有个小孩来接你 这个学校还是很方便,上学了,这个还是很方便 还有一个网友问呢,侯哥就是,你砍树啊,值不值得那个树,允不允许砍 那个侯哥一定得知道,你干这玩意一定得懂 因为我们这个多伦多这个市区要砍得特别严 像万景市啦,还有瑞德王黑尔,这都是我们周边的城市 这砍得非常严,如果你砍树,抓你真是罚款 这没错,我们考试考这个时候,就说了多出树不能砍 什么树,什么品种,在哪块,加拿大这块没有政府和工具 只要是树,你就不能随便砍 但有的小区或者农场,像我去密西沙家也是个城市 那就每年允许砍两棵,你不用申请,你自己想砍就砍 但这树除了特殊西用品种,你就不能砍,你也一定得明白这方面 你不可以有时候我都犯,侯哥就是19年给一个中国一个姐妹开树 他那个树怎么,他接一个仓房,后面都给我玻璃做的,怕砸嘛 完我继续砍,当我砍到一半,这个里面就是老外,就来了 问这个树有没有,这就申请下来,就执照,叫permission 英文件,说你有没有permission呢,我说说no 我说你跟房东说,我就跟房东那姐姐叫出来了 完了那个老外问,你没有,你为什么要砍这个树 那个姐姐当时就跟他说,说我砍这个是我院里的树,我有权力砍 但那个人说你不行,你这个树啊,他那个邻居是个外国人 说你这个树如果超出政府执行,你砍为什么不申请 你不申请我举报你,那个树当时侯哥已经砍完三分之一了 完了他当时就打电话就举报,举报打电话就跟政府说了 但是那个姐姐英文好,就跟我说 说你快走吧侯师傅,今天别再砍了 因为要砍一户警察来抓,我很麻烦的,我们考试说过这事 完了我就走了,这老外有啥举报,他不会像他中文人 我被子,他不是,他当你面子举报 就往政府打电话,完了那个姐姐说你快走吧侯师傅 因为在网上找我干活的人吧,在广告上看的,找我的 都叫侯师傅,侯哥在东东原来没有侯哥的事 只有做这个视频之后啊,大伙子就叫侯哥了 就是2020年时候找我干活的人,叫侯哥的,都是个视频人看到我的吧 完了找的,我叫侯哥就知道了,如果叫侯师傅的人都是在广告上看到的 这个侯哥就能有个区分吧 完了那天的举报,我就走了 我走了,因为没看完嘛,主人也不会给你,那姐姐已经很好 说有抓的,你很麻烦,你先走吧 说他要来,可能一会儿来,你不在了,我再跟他说一说 侯哥就走了,但侯哥第二天就去砍,没砍完嘛 头一天没整完后走,隔一天,第三天我就去砍,又给砍完了 完了那姐姐,到现在那个政府也没去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吧 反正尽量这种错误你别犯,因为你是干这个东西的 这个政府很严的,罚了很多人,侯哥以前也被罚过一次 那是罚款是350,后来开庭了,所有加拿大所有的罚款你记得 他不是以当时给你开的为标准,都是你能开一次停 比方说你有个高速,你开车超速了,你违章了,你不要怕 警察去给你开一个300,500,700的发展,你不要怕 你有一个开庭的机会,开庭的时候警察也去了,就是有翻译 但是侯哥那怎么回事,侯哥那回是个礼拜天,加拿大是礼拜六周日不允许干活,扰民不行的 那天周日,侯哥给一个人干活,也是修个松树,把一个街儿修掉的 修的时候呢,他在厚尔林就瞅我,但是老外的瞅我,侯哥在书上看着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已经瞅了就拉倒了,不待会儿他打上去举报了 举报了,那有半多小时去了三台警车啊,完了就把侯哥叫来了,就问我 说你为什么,我英文不好,那个方向就给我翻译 完了我说,我说这客人找我修修,我不是砍 完了那个警察后给我开了一个350块钱发展 说你这个,周六周是不允许干活加拿的规定,周一到周五可以干 但是咱中国人一般没有人说,周六周都是在干活,像干屋顶,去你后会都在干 外国也有干,但是外国人干的价格少一点 完了那叫法国管,法案是350开张发展 后期呢,侯哥就是通过了几个,他回到家以后呢 你不用着急,等了,说完那天,政府给你来信 告诉哪天哪天,在哪哪开庭 完了你要同意呢,你就有回方信,你说哪天好,你去订好那天 如果你要有事,你可以改,在那时期你再改,再跟政府说,也会给你改 我那天侯哥就没有改,完了就订了那些,我去了开庭 开庭完了,就开庭,侯哥刚刚来,头次来出庭,也害怕 发展完了,警察问我,说你为什么周六给你干活 我就说,我说那个主人他平时没时间,就周六地休息 他再压我,我再去给他干 他说,那个,行,你初一次犯罪,少罚你的,罚你50块钱你认可不? 所以侯哥觉得,哎呀,我觉得挺好的,因为350发50,我已经很记住了 所以说,侯哥交了,但是我交回来,有一个中国老夫妻俩 香港,那不是台湾,还在门口,说你交,我说你也不交 你还跟他再拖一次,再开庭,开庭有什么,再开庭有什么机会 如果那警察要不去呢,你这个庭,就百分之百你是赢了 你就一分钱不用交了,他多让开庭,你就去警察也去 你也去,法官才问你什么事,那警察又碰了,警察没有发言权 他只是在旁边坐,听了,他又不到场,你自己去了,你这个官司百分之百赢了 所有的起诉,你一分都不用交,但那天警察就好 后来我出门以后呢,那老夫妻来说,你不应该叫我小我了 你得等,他们是头五六年前的一场官司,一直在打 一去,就不应罪,不应罪就警察就给你拍下起,又排了几个月或者几年以后 他都已经去了很多次,老两口就是去,就不应罪,不应罪就定不下来,判不了 所以说后来,我也觉得人得知足吧,罚三百后来罚五十,我就行了,我认可交了 好了,所以呢,有些事在加拿大,你不要害怕这个罚款的事 警察开你开这罚单,不是说说罚就罚那些了,有一次开庭的机会 开庭的机会,你一定要好好这种做,还有那个猴哥认错完了 哎呀,我说我要走的时候,那个翻译是中国人吧,就问说,为什么不谢谢警官 我说,谢谢三个友,我说你得一定得说一说谢谢,我说对不起,我说我投资图定,我不懂别的事 嗯,还有的网友问那个猴哥,就是做这视频呢,弄什么制作的 我问猴嫂,这都是你猴嫂,用那个快影和小影,还有西瓜视频也都交 你给西瓜视频看,这个很多种人交这种这个摄影,这个怎么传,怎么剪辑啊 这都很好的,你做的话,问问,问猴哥不如心,你猴嫂刚做的是头一两个月 一分钱没挣着,他都转到西瓜视频上去了,完了就也不怎么回事,反正不懂吧 反正没给钱呢,做好长时间后来,他一来来就又做的,完了才给的钱 你一个国内很多这种交这种,你上市民一查一搜,都能搜出来 嗯,还有个人问,当时我们带成11万加币啊,2011年来的时候啊,和多少人 那时候,那时候加币对人民币也挺贵呢,是比一比六点几 一加元会人民币六块多钱的,现在降价,现在五点几 去年的时候有一截四点几,这个加币不值钱的时候 现在加币就是,就经常这样,你上网络络看,经常是五点一五点几 那时候,看现在是,比那时候降了很多,那时候侯格带的十一万加币 和现在的,十二万加币,我们移民说和现在的七十万人民币 现在,那时候是,侯格带跟大伙介绍一下,加拿大的疫情啊 今天安省的发病啊,是3326例,因为连那三天呢,都低于三天,今天不怎么又多了 三千三百二十六例,整个安省啊,全国加拿大死亡什么呢,六十二例 加拿大全国现在已经,六十八万多得这个,就是病的,这个疫情还是没有控制下来吧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现在真是很麻烦,哪里去不了,也买不了料 你侯格带开关关,也不能去嘛,因为那毫无地方关门了,所以说很麻烦的吧 就是呆子吧,反正要不往前的时候,我们也是呆了 只是今天呆子跟往前呆,有点区别了,不能出药可拉走,原来侯格总是有玩的 这时候没有疫情,侯格冬天的时候,拉溜的里,你们看看加拿大这个外面,就基本跟亨利江的农村差不多少吧 走开车有三十万二十分钟,开出,出了一个多这么多事了,就是一万五库的大草原什么的吧 就是每家每户的地什么,侯格你们看一看,压的麻厂什么的,今天实在出不去,都在家天天 所以你们大伙有啥事,就尽量个网上给侯格留言,侯格知道尽量回复你们,回复的不准确定,网友也提侯格回复了 多伦多这些人提侯格回复的很好,我非常非常感谢他们,这些网友提侯格回复了 好了,谢谢了,再见,明天再出啊